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 联合国大会星期四就一项由美国发起的 将俄罗斯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进行了表决 投票结果 暂停俄罗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 联大表决结果 93个成员国对暂停俄罗斯联邦在人权理事会的权益的提案投赞成票 24个成员国投了反对票 58个成员国投了弃权票 投赞成票的国家包括美国 欧盟国家 英国和乌克兰 投反对票的国家包括中国 叙利亚和白俄罗斯 印度 埃及以及南非等国投了弃权票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执行 已经取消了韩国行程 或取而代之为访问台湾 他们的外交部保持低调并未证实 但中方则强烈回应 表示四个严重和坚决反对 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交涉 不过稍后传出 佩洛西确诊新冠肺炎 亚洲执行延后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富士新闻网 7号独家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预定8号从美国出发访问日本 10号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 随后行程原本是要前往韩国 但传出将转而造访台湾 而4月10号正是台湾关系法 立法43周年 该报道指出 俄国侵略乌克兰一事 使得台海局势再度成为国际的焦点 美国政府担忧 中国效法俄国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 为了表明对台湾的支持 紧急决定取消原定的访韩行程 不抬访问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7号在类型记者会上 并没有证实 只低调地表示 那当然外交部 我们恰邀美国各层级的官员 还有政要访问台湾 这一项都是外交部 我们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但是对于相关人士的邀访 如果有具体的进展 那外交部呢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 来对外的说明 而台湾立法院长尤锡坤 7号接受广播媒体采访则透露 虽然我知道一点点一点点 但是我不方便说什么 这被外界解读就是间接的证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7号在类型记者会上 则回应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 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台 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 美方应该立即取消佩洛西的访台计划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利的措施 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 佩洛西如果成行将是1997年之后 也就是近25年来首位访台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1997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契 曾经率领国会议员访问团赴台 会晤当时的总统李登辉 据报道当时李登辉在接见时做出了重大的表示 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 我们没有必要更没有需要宣布独立 中国前天安门悬运领袖 现在是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的秘书长 吴尔开西 去年9月访美时曾经拜会佩洛西 向佩洛西传达立法院长和人权委员会会长 王定宇的邀访之意 当时佩洛西告诉他 台湾是心中极为特别的地方 还说我会让访台成行 谈到佩洛西访台透露的意义 吴尔开西表示 我想即使在美国还没有完全放弃 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形之下 已经慢慢可以看到 美国对于这样过去的这个 一个中国政策 对台湾所造成的不公平状态的 深刻认知和调整 吴尔开西还说 佩洛西众议长来 仅仅是像跟台湾政府在沟通 美国是与台湾之间的信息共享价值的 联盟的密切伙伴 也是向台湾人民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佩洛西众议长在美国是重要的政治领袖 佩洛西首次当选 众议员不久 就曾前往中国抗议六四事件 而遭到中国政府逮捕 之后还被驱逐出境 他也多次在新疆、西藏、香港人权议题上表达声援 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丁树范认为 佩洛西访台可以向北京发出强烈的讯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中国新冠疫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近日确诊病例连续创新高 而当地一位居民因为病毒检测呈阳性被带走隔离时 其宠物狗被身穿防护服的人员当街打死的事件 引发公众舆论的齐声谴责 请听本台记者高峰的报道 现场是上海浦东新区一个小区 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 穿防护衣的工作人员把一只科技犬拖到路边 用铁铲击打树下 现场传出狗的惨叫声和居民的制止声 一只活蹦乱跳的宠物犬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据了解 狗主因检测呈阳性 当天被大巴接走隔离 他因家里没有狗粮 原本打算把狗交托给局委会帮忙照顾 遭到拒绝后决定把狗遗弃 却没想到车一开走就发生悲剧 原本想为爱犬保命 到头来却断送了一条宝贵生命 事后狗主家人到现场了解 发现杀狗的并非防疫人员 谁打死狗的 今天这狗谁打死的 什么事啊 今天这狗谁打死的 你什么事 今天这狗谁打死的 狗哦 是你们门卫 是门卫 局委会承认向科技犬下毒手 解释是基于狗主家里有阳性病例 担心动物会传染 人们考虑很沉 底下才没想到这么多 我们书记也跟他讲过 到时候会跟他说有说明 或者跟他陪啊 或者跟他解释 住在上海徐汇区一位女子 因为被通知要送到隔离区 多次打电话要求疾控中心 安置他的宠物猫 但都没有回应 对方跟他说 他离开局所之后 就会上门捕杀他的小猫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着 他是有携带病毒 或者说他有阳性的 而且之前有非常非常多新闻 包括人民日报 包括央视网说过的宠物 不会传播任何病毒的 你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等到疾控中心医生 把你拉走 把你这个猫放弃 根据目前医学界的共识 动物向人类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 微乎其微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 2020年也曾发文说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宠物不会传染病毒 呼吁公众在疫情下 善待生命 疫情爆发以来 主人一旦确诊 宠物该何去何从 引起讨论 关注事件的上海居民 马小姐表示 上海被视为 中国最发达文明的地区 但从打狗事件看来 一切只是假象 当对人很多的合法手续都没有 或者就是乱用合法手续 进行抓捕的时候 您认为对狗会采用这些手续吗 那就是一种奢糖了 很多人不就照样被违反法律 乱吃乱抓了吗 狗他们还会用人道去对待吗 唐法在中国现在就是一个笑 当时你没有任何道理的 就这样去唐杀 我觉得很无语 北京一名要求匿名的 关注动物权益人士认为 类似的悲剧在中国有普遍性 每到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 中国社会的一些传统的做法 是先消灭动物 这个动物是弱势群体 就可以随便的屠杀和对待 不断的有在网上传出来 到人家里边去扑杀人家的 那养的猫狗 这个图像非常残忍 所以这个事在中国不是个例 他谴责有人以防疫为借口 滥杀动物 主流这个意识形态里边 他杀动物他是没罪的 我就把你家那个狗打死了 怎么样啊 你看一下我们的网络 专门有这样的产业 就是杀害虐待虐杀动物的这种视频 在网上非常风行啊 在网上是鼓励杀害动物的 中国有误权法 谁来维护呀 公然违法的人他们都是打着防疫的口号 现在只要打着防疫的口号和名义 是可以无恶不作 事件曝光后不少网民都表示愤慨 有人说这场疫情揭开了上海部分人 原始受惠般的人性丑态 事实上因为防疫而滥杀宠物 不只是上海 河北 河南等地最近都发出了文件 任何宠物跟感染者接触过 都要扑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峰香港报道 北京中央政府对上海采取持续的封城措施 不仅没有遏制疫情的蔓延 反而重创了上海经济 尤其是很多的小微企业正面临灭顶之灾 独立经济学者 龚胜利表示 上海因疫情封城 代价高达每天百亿元人民币 如果再继续下去 或向周边扩散 形势将相当严峻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据上海卫健委通报 上海新增本土新冠感染者连续6天创出新高 4月7号一天已逼近2万例 本轮累计则已突破10万例 官方一方面强调要社会面清零 一方面又说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而实际上上海经济已受到严重打击 封城措施代价高昂 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告诉本台记者 那么上海这一轮的疫情初步计算 每一天大概要消失100亿人民币 因为中国上海是第一大经济城市 它每一年给中国造中央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财政收入是最高的一个城市 所以上海如果真的延续一段时间 那现在非常麻烦 本周二世界银行已把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从5.4%下调到5% 同时还表示若新冠疫情等因素 对经济实际影响高于预期 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降至4% 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3月份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服务业出现了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下滑 由于多省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 阻止人员流动 严重抑制了消费者支出 同时 新订单和出口需求也有所下降 商业信心降至19个月来最低点 为了解目前疫情下 上海中小企业实际情况 本台记者采访了一位在上海 从事服装制造业的小微业主张先生 他说 这波疫情风控对他的工厂打击非常之大 其工厂位于浦东 有100多名员工 但他们大部分住在浦西 3月中 上海各区开始陆续封城 他的工厂从3月14号起 就已无法正常运作 上海市政府没有对外公开的选择说封城 而这样的话 我变成我和客户说的话了 客户就对这个话有点将近将矣了 你们政府没宣布呀 那这样其实是一个很恶劣的影响 除了对我们制造业造成实际的影响之外 在信用上也其实很大的伤害 上海这一波严厉封城措施 对于需要人工的小微企业如同灭顶之灾 张先生说 如果再这样持续一两周 很多企业就只能倒闭 对于目前为止 官方推出的两波新冠疫情救助措施 张先生认为 对于他这样的小微企业 这些措施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同时张先生认为 政府所得税减免只对大型国有企业有好处 社保费还交也并不是不交 还有房租减免 也是针对租用国有企业房屋的企业 如果租用私有企业房屋并没有这种优惠补贴 对这些措施 他总结一句话说 也就是说对外看起来你是一个很想念很明白的口 但是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作用的 在我看来就是呼应一下老百姓吧 中国本轮疫情爆发和风控措施 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上海与吉林两大工业重地 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认为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 每天经济损失高达百亿人民币 他还表示 中国目前只有五个城市和地区有财政盈余 第一就是上海 其次是深圳 北京 广州和广东省 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是5.5% 而上海所在的华东地区拉动就约2% 目前上海疫情尚未看到拐点 对于未来它也感到难以预测 就从每一天的这个疫情战报来看 是看不到结局的 所以它真正造成的危害 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 还是向那周边辐射 现在没有办法能预料 除了上海以外 如果是华东地区上海周边 包括江苏省浙江省 这些如果说是也这样的话 那肯定非常非常严峻了 那中国的经济可能要遭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挫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当局的新冠防疫措施日趋严厉 各地也出现了警方立案调查 所谓违反防疫规定人员的现象 在吉林的长春更有经营超市或售卖食品的市民遭到公安部门的处罚 向前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在吉林长春 当地公安部门在4月7日发布通告 表示查处了一批涉意违法犯罪案件 其中有四起案件与有人经营超市 私自售卖蔬菜水果有关 家住长春农安县的陆女士表示 她的父母在此前因为前往市区探望她生病的舅舅 遭遇了封城 目前已在她舅舅家居住了大半个月 她说目前长春居民仍能买到食物 食物是可以买到 但是都特别贵 他们都是有还购的群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接龙 比如说她今天固定是多少份的东西 起早了你就要开始抢 她今天这只接100份 然后你接到100个人以后后面的人就没有了 就大家每天早就接龙一下来抢菜 根据长春市公安局公布的材料 在4月5日 长春市公安局莲花山区分局 对三名在明知已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下 仍然开门营业 造成疫情传播的超市经营者 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进行了立案侦查 此外 京开区的一名超市经营者 则因为明知疫情防控期间 禁止非必要场所营业的规定 仍多次向他人销售货物 遭到罚款的行政处罚 现居加州湾区家乡为吉林长春的张思明表示 根据他的了解 目前当地对于蔬果市场的政策是 菜场还有水果摊一旦查出了阳性的病例之后 是禁止买卖交易的 还会对摊位上的蔬菜水果也要进行检测 此外 在4月4日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 发现有两人于3月20日 擅自离开各自居住的封控和管控小区 驾车在长春市内倒卖蔬菜水果 这两人已遭到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还有一名长春市静越区的居民 在4月4日因私自外出售卖水果 遭到了罚款的行政处罚 陆女士表示 目前当地居民获取食物的方法有限 大多只能依靠网上抢菜 根据长春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 长春市在4月6日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6例 截止到4月6日24时 长春市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187例 无症状感染者13616例 根据长春市公安机关发出的通报 一名宽城区的居民在4月4日 因为翻越管控小区栅栏离开该小区 遭遇了罚款的行政处罚 张思明表示 在最近一个星期 长春市当局在街头对行人进行了拘捕 我妈妈告诉我现在大街上已经不让走人了 如果走的话就会被抓起来拘留5天到10天不等 主要是在桂林路那边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 现在都被封住了 近日中国当局不仅在长春一地 动用公安部门处罚违反防疫措施的人士 在天津 上海 安徽吴湖 福建福州 莆田 江苏徐州等地 都出现了有人因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 来自吴湖的霍先生告诉记者 在他的家庭所在的小区 当地政府一周仅配送了够吃两天的蔬菜 当地居民面临着没法买菜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就金山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月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中国今年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 他还在全国人大闭幕后坦言 这将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不过 两位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学者 星期四表示 虽然中共二十大前不确定因素增多 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再执政十年 以下是记者驾驶的报道 几周前 李克强在国务院总理记者会上说 只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他们依然面临着负载严峻的形势 但他随即表示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经济一定能够爬坡过坎 舆论普遍认为 李克强的这番话表明他会遵照 邓小平时代形成的规矩 在坐满两届后离任 但习近平不会在二十大后离任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林何利 周四就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 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上说 习近平显然会在二十大后连任国家主席 并很可能再做失联 我断定习近平会在今年的二十大上 实现他的愿望 那就是连任第三届国家主席 我也认为习近平很可能连任第四届 林何利分析说 习近平的众多政敌已经被打散 他目前是政治局常委中 唯一全面掌控了中共枪杆子和刀把子的人 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但林何利说 习近平在二十大后也要做出一些让步 把一些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席位 分给党内的所谓反对派势力 不过他预计 习近平派系会掌握七个政治局常委席位中的三个 其他派系在党内高层的运作空间将进一步收缩 如果说习近平连任几乎已成定局的话 下届总理的人选仍然存在诸多变数 观察人士对此有着不少猜测 但大多认为较有可能接替李克强的人 包括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胡冲华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等人 法国国际国博电台近期刊登 题为《别了!李克强》的评论文章说 除了被不少人称作六四屠夫的李鹏之外 李克强比后等时代的任何一位总理都做得更为平庸 不及大力推行经济改革的赵紫阳 挑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朱镕基 被其称为中国影帝的温家榜 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 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 也在周四的研讨会上说 中国曾有不少个性鲜明的总理 但李克强显然不在其中 中国一向有非常强势的总理 比如朱镕基 周恩来等人 但习近平并没有遵循这种模式 当局可能会试着提升总理的地位 这会很有趣 而且可能会缓解中国的经济问题 富士卓还说 他也认为习近平至少还会执政十年 因为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 习近平会在二十大上 放出接班人的信号 除了高层权斗外 渐去严峻的中国本土新冠疫情 也成为外界在二十大前的 关注焦点之一 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 全国周三新疆确诊病例 1300多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2.1万多例 当日感染者人数 创下了两年多以来的新高 尽管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的 动态清零政策 已经无法承受 如此大规模的疫情 但当局仍然不愿做出实质调整 中国战略分析之故研究员 独立学者邓宇文周二 在《德国之声》发文说 在二十大前这样的敏感时期 习近平无意不愿看到 因上海疫情失控 导致动态清零政策失效的情况发生 他写道 如果中国宣称的抗疫神话破产 即便这不会影响他的连任 也会对他的权威和领导力 构成重大伤害 林何利在研讨会上就此表示 这再度反映出了 习近平的一意孤醒 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 别人很难说服他改变主义 尽管有迹象表明 中国正在研发基于美国配方 而非中国传统配方的新一代新冠疫苗 去年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决定 二十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 但具体时间仍未确定 自于爱之电台记者加奥华盛顿报道 本周四 河南异议人士刑望力被控诽谤罪一案 在当地法院闭门审理 并将择日宣判 家属认为 刑望力被卷入法律诉讼漩涡 与他去年探望被软禁的人权律师江天勇有关 以下是本台记者高峰的报道 目前积压在河南西县看守所的刑望力 4月7日透过视频闭门受审 刑望力妻子徐金翠 亲自到法院听审 他就是说的忽乱点 他不已经采到那个 随金翠表示 控方指控刑望力持续就西线两名访民 刁研帮和冯国辉离其死亡的事件发生 并声称 刑望力教唆儿子参与维权活动 但更重要的是 刑望力只称自己当年受重伤 与三名地方官有关 2016年 刑望力被欺压在西县看守所期间出事 头部受重伤 他事后表示 事发时自己被人以盾气袭击 怀疑是时任西县党委书记金平 公安部长刘洋 和宣传部长李学超指使 为此他持续向中纪委等部门发信 要求彻查事件 刑望力流亡新西兰的儿子刑剑向本台表示 在7日的庭审上 控方展示了父亲六年前出事一课的视频 与辩方各执一词 我父亲然后出狱之后 然后他说的是别人用盾气殴打的 但是今天然后他跟律师然后看一个视频 然后我听律师讲的说是 说的是我父亲是用那个 用衣服然后上吊 上吊然后然后摔下来的 疑点重重 事发之后 然后当时是看守所说的是 我父亲用纸皮绳上吊自杀 被人救下时 头先落底 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 很难就是说让人质疑 他现在所出示的这个视频 是不是通过技术来处理的 2021年4月 刑望力到河南罗山县 探望被软禁的律师江天勇后 受到当局恐吓 刑望力一度逃到北京 被遣返河南后 先后遭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 其后刑望力被以涉嫌诽谤罪被捕 刑建表示 综合控方陈词以及母亲近期的遭遇 刑望力卷入这场诉讼很大程度上 与他探望江天勇有关 在我父亲被抓之后 我母亲被多次的 被我们当地这种维稳人员 多次的非法拘禁 非法软禁 在这期间 这些维稳人员也多次的告诉我母亲 以后别再和罗山那个人来往 就说就是江天勇律师 说你再跟他来往 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他认为江天勇律师就是 监护国家政权 然后说是江天勇律师反倒反国家 一个律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庭审开示之前出现了一段插曲 辩方代表律师彭律师的车子 怀疑遭人恶意碰撞 就是律师的车长当时是停在停车上 停在停车上的一个司机 然后就在倒车的时候 然后把他故意把他的车给刮正了 然后那个车主穿在下面 穿的是一个公安的一个裤子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他们想给律师 然后造成一个吸引压力 然后影响他的在法庭上的正常发挥 在庭审举行的同时 河南西县法院以情况特殊为由 暂停业务部队外开放 当局在法院外派驻数十名公安 十多名访民到法院声援刑忘礼 被法院人员删除照片并拦截在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上海目前受到新冠疫情重创再度封城 许多工厂暂时关闭 也引来供应链中断的危机 有分析指 如果清零政策持续 中国的供应链风险就会继续升高 除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冲击 甚至会影响到外国在年底的订单 以下是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4月6日上海宣布染疫病例接近2万例 再创新高 原定周二解除的封城措施也延长 如此清零和封城的举措 也让国际担忧会冲击全球供应链 美国媒体彭博社在周三报道 日本船运公司海洋网联船物告诉他的客户 上海负责从港口拖运集装箱的卡车 面临短缺 阻碍了货物进口清关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发言人巴黎就表示 部分在中国有往来的会员公司 曾经经历业务中断 即使中国工厂曾让工人就地隔离 以维持运营 但巴黎说这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除此之外 也有会员公司经历产品运送困难的冲击 他向本台说明 目前美国公司因应上海清零而遭遇的困难 然后是船只装卸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因为圣诞节订单需要在今年夏天之前完成 而港口阻塞可能会导致耗资昂贵的延误 以及年末假期时货架上的商品短缺 空运价格非常昂贵 而且营运的航班较少 此外有些商品如汽车零件等 因为太重而无法控运 巴黎认为若清零政策和停工状况持续 供应链短缺的情况将会恶化 他同时也批评中国当局坚持清零政策 不仅阻碍经济增长 当地民众对于行动受限 无法取得其他医疗服务的不满情绪 也会与日俱增 3月时因应多地新冠疫情爆发 包括深圳和长春等制造业中心 都曾经实施封城并关厂 部分企业和工厂被允许在闭环生产下 维持营运 即代表着工厂员工必须住在厂房内隔离工作 即使如此 向三星电子特斯拉等大厂生产 仍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 台湾多家笔电代工大厂 在4月1日也提到 上海疫情已经冲击整体供应链物流 包含间接影响其他厂区出货和净料 广达电子就指出 对于许多产业而言 困山供应链与上海来往密切 上海封城不会只冲击单一产业或是厂商 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 中国和皮书国际公司的执行董事卡奇 在回复本台之评时 就与巴黎抱持类似的看法 他认为只要任何形式的清零政策持续 来自中国的供应链风险 就会继续升高 除此之外 他也关注到中国零售和服务业 因为防疫政策的影响而逐渐萎缩 他以书面方式回复本台 我请同事代读 卡奇表示 在中共二十大即将举行 政治特别敏感的一年中 新一波的疫情正在削弱中国的制造业 可能使中国经济没有任何可靠的增长动力 英国卫报也引述独立经济研究公司 开头宏观新兴亚洲分析师霍姆斯的说法指 迄今为止 中国的疫情对于亚洲其他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供应链出现重大中断的可能性 仍是一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风险 当前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 供应链中断机会就越大 他表示 另一个风险是 全球供应链数月中断之后已经非常紧张 现在一个小瓶颈就非常可能产生巨大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华盛顿报道 上海封城十余天后 昆山无锡等地接连出现工厂停工 学者估计二十大前 GDP要想保5.5%的增长恐怕有困难 有评论指出 为了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让上海走向动物式防疫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7号通报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982例 在创COVID-19疫情 自2019年爆发后单日新增最高记录 加上前一日新增17,000多例 上海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92,000例 在上海延长封城之后 锦邻的台商大本营江苏省昆山5号晚间 宣布跟进6号到8日封城 超过了百家的台厂 宣布延长停工 电子代工大厂、伪创 以及光电类、网通、车电等科技厂 乃至于化工和食品等传统产业的业者都在列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 具有港口、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等特性 现在又要发展科创中心 采取清零的策略 严格的封城会造成两岸供应链停摆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工商大臣 接续因为防疫封锁 中国今年的GDP能不能够达到目标5.5都有困难 刘孟俊说 第一季的经济GDP就已经下降了 第二季的话就看时间要拖多久 那如果说是早点结束这种复缩的话 可能是他可以及早实施自己政策 否则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可能就5.5可能就比较难保得住了 况且乌俄之间战争的时间也拉得比预期更长 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节目 7号也探讨了英国卫报 今日报道中国制造业萎缩 上海封城对国际造成经济冲击 与会来宾旅美独立评论员鲁南指出 当初武汉封城封了76天 中国GDP在2020上半年就下降了20% 上海不仅是中国的重镇 而且也是全世界重要的供应链的一环 鲁南认为 上海它目前主要的情况并不是疫情给它带来的这个所谓的冲击 它是这种政策造成了它的所有的交通限于停滞 包括所有的供应链在中国最重要的一环上面 它现在给停滞了 在上海港的外围有几百艘船 都是一直停泊在这里 然后不能够上也不能够下 那么当然中国内地的这个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当整个经济大动漫在交通被阻断了之后 应该造成的影响 不会低于像这个武汉上半年那个GDP 下降的数字20%这么一个范畴 鲁南直指上海从与病毒共存 精准防控的防疫策略 剧烈转向动态清零 明显是以习近平下达命令作为分水岭 在武汉里已经胜利了一次 西安又胜利了一次 到了上海这一次 本来上海搞得很精准 结果习近平主席开了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了以后 就在那一天开始 3月17号开始 病情不断的严重 不断的发展 很明显派了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指导小组 到了上海以后 这个奥密克戎特别的不给面子 特别的不解风情 一下把这个全部爆发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显然的看出来 原来上海本地的精准防控的政策 已经被中央接管 取而代之的是要动态清零 而且要封城 上海在近两天新增了3万多例 新华社报道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经临时改造 将提供4万床巨型的方舱医院 鲁南痛批 不是奥密克戎冲击 击溃了上海的医疗体系 而是政治因素 这个要指定清零的政策 打击击溃了上海的医疗体系 鲁南提到 在清零政策下 所有的医院停止接受门诊 治疗和手术 全部都为奥密克戎让路 很多要做的透析 根本不能到达医院 癌病也没办法治疗 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 病毒研究员林小旭也指出 中国政府盲目相信 人定胜天 采取极端政治手段 欲达到清零的效果 实际上是没把中国老百姓当人看 林小旭说 他就把你当作是 相当于是牲口一样 像养猪一样的 如果你一个猪圈有疫情了 怎么办呢 那对于养殖族来说 他就把你这些猪隔离出去 对吧 那么最简单的 因为他要考虑的 只是这个有多少生意上的损失 那么大不了 明年我再重新养一批猪 对不对 这些猪可以掩埋了 他们死活是不需要考虑的 我觉得他实际上 是在做动物式的防疫 就是把人当作动物式的防疫 他不管你这个次生灾 怎么样 也不考虑 就是说你这个过程中 有多少人因为你的隔离 会造成疾病得不到救治 或者是你会饿死 或者你会精神崩溃 他不考虑这些因素的话 那你就是把人当作动物 我觉得你有可能是一个传染源 我就把你隔离开来 这就是动物防疫的思想 非常可怕的思想 在主导整个中国的防疫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赛小华台北报道 4月6号-7号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 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 但本届峰会讨论的北约新战略构想 首次考虑到中国的影响力 向前请听记者蔡玲 法子巴黎的报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 7号闭幕 北约秘书长斯托腾贝格 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外长们同意 必须进一步加强和维持 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同意加强与亚太地区伙伴的合作 因为这场危机具有全球影响 除了邀请乌克兰 格鲁吉亚等国外长 芬兰 瑞典和欧盟 也加入这次北约会议的讨论 还有北约的亚太伙伴 澳大利亚 日本 新西兰和韩国 斯托腾贝格说 因为俄罗斯入侵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而且将是长期性的 担心中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 可能会拖延冲突进程 北约希望深化与亚太国家的合作 以阻止中国在欧冲突中支持俄罗斯 斯托腾贝格说 北约会议要展现的是亚 美 欧洲等自由主义社会强有力的团结 一方面表明乌克兰的战况 气候变化和复原力等其他领域更紧密地合作 北约跟国外长也讨论 在6月的马德利峰会前 制定北约下一个战略构想的工作 斯托腾贝格强调 北约新的战略构想应该适应新的安全现实 他还需要第一次考虑 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胁迫性政策 这对北约保障的安全和民主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 也就是北约在面临新的安全现实时 如何应对一个更危险的世界 以及如何保护与捍卫所有北约盟国的路线图 斯托腾贝格表示 在战略概念中 需要解决俄罗斯咄咄逼人行为的安全后果 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 一个更强大的中国的安全后果 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共同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和民主价值观构成的挑战 对于北约当前的操作 明显是利用乌克兰问题 加快北约延伸向亚太的进程 将北约的关注点从欧洲向亚太区域扩张 北约和亚太盟国的紧密合作 当然是剑指中国 中国此前也表示反对北约的扩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七号又表态说 北约是冷战的产物 早就应该成为历史 我们奉劝有关国家 在同北约发展关系时 要谨慎行事 虽然中国反对北约扩张 但是芬兰正在考虑不久后申请加入北约 毕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 极大改变了芬兰对加入北约的态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日前香港国安警方拘捕多名人士 包括前工会领袖 公民记者和法庭旁听人士 当局指控他们在法庭做出 据煽动意图的作为 这也是港府首次以煽动罪 拘捕法庭旁听人士 资料显示 遭拘捕的人士 曾在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 邹信同的庭审上鼓掌支持他 上述事件同时引发国际关注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谴责港府行径 并敦促所有海外法官 辞取香港终审法院的职务 请听记者 吕熙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香港国安周三抓捕六名男女 指他们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 第九条和第十条 做出之煽动意图的作为罪 港警表示 他们涉嫌在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期间 在不同法院旁听聆讯的时候 故意做出自扰行为 严重影响司法庄严和法庭运作 根据相关法律 被定罪者可以被判求两年 亲北京港媒东方日报披露 逼捕人士 包括香港工会组织职工盟 前副主席邓建华 一名昭云的公民记者 萧云龙 以及四名旁听师 所谓的旁听师 就是日发到法庭旁听 抗中运动相关案件的市民 以此表达对身负政治控罪人士的支持 当建华被捕的时候 香港国安指他涉嫌在1月4号 在西九龙三号庭 做出煽动在场公众 扰乱法庭这次的行为 发射资料 当天前香港支援会副主席周幸彤 被控告在去年 杀活他人参与六四集结 被判求15个月 周幸彤放弃为自己编户 反而读出了六四难熟的监政 当时旁听习传来掌声 以往如果法庭上有旁听者 做出喧哗等行为 法官一般会做口头警告 严重者或者会被控以 藐视法庭罪 而这一次 香港国安放弃使用藐视法庭罪 而动用山东罪 拘捕法庭旁听人士 成为了首例案件 引来国际关注 有18个国家以及欧洲议会议员 组成的对华政策 跨国议会联盟发布声明 且则港府以煽动罪 拘捕前工会领袖 公民记者和旁听公民 认为这显示香港法制的沦丧 以下我的同事读出 只是在法庭中鼓掌都可以被诠释为煽动行为 这简直荒谬 煽动意图的指控 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口袋罪 被用作全面打击香港各种意见 和政治反对声音的罪名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出请各国政府向中港官员问责 并出请所有海外法官 辞去香港终审法院的职务 发查资料 港医政府在1938年 把山东叛乱罪 写入香港刑事罪行条例 禁止发表可能引发对 屡亡憎恨的文字或者刊物 而自从六七暴动以后 港府没有再动用释法 2020年3月 港府第一次动用这条 已经封存半个世纪的殖民地恶法 拘捕前民主派去议员郑立琼 在检控多名民主派人士 今年年初 再以山东罪拘捕香港立场新闻高层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香港倡议 统筹矿送情向本台表示 这一次的案件 显示港府动用山东罪的范围 越来越广 变成如同中国寻信知识罪 一样的口袋罪 这已经变成香港的口袋罪 在中国就是用寻信知识罪 在香港就是用山洞罪 你说政府不爱听的话就是罪 用山洞罪来拘捕你 而且这条法律被联合国多次批评违反人权 应该要改 但香港政府一直没有改 另外这是有关六四的案件 他们鼓掌是希望保存 传承了30年的历史真相 这件事也反映所有和六四相关的事 都已是违反国安法或山洞罪 而香港司法环境的恶化 也使英国最高法院两名政府院长 打破了25年以来的官吏 决定辞去香港中审法院 海外费长沦法官的职务 而目前香港中院只剩下10名海外非常润法官 来自英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当中9位已经表态留任 邝宋秦认为 港府第一次以山洞罪拘捕旁听人士 更反映香港已经没有机制制衡 港府执行北京的旨意 即使海外法官留任 也无法发挥捍卫法治的作用 呼吁海外法官辞职 停止为香港司法制度涂资抹粉 自由邀请看下记者 旅希英国伦敦报道 近日加拿大主管亚太事务的 原国务部长大卫乔高离世 享年81岁 他是著名的国际人权斗士 加拿大各界对乔高的离世表达哀悼 请听本台记者 柳菲法兹文格华的报道 大卫乔高患有一种罕见的肺部疾病 4月5号在沃泰华去世 乔高的妻子罗拉说 她临终前依然惦记着人权事业 与国际友人保持紧密互动 尽管过去两年期间 她的健康情况已大不如前 但她仍然积极参与各种人权民主活动 例如去年 她几乎参加了每一场 关于支持维吾尔人的活动 并抗议北京举办冬奥会 她也多次发表文章 呼吁沃泰华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并赞扬台湾的防疫成就 上个月还欣欣念念着乌克兰人民的处境 发表文章批评普京 回顾2020年的国际人权日研讨会上 乔高的一席演讲可以窥见她一贯立场 她说 北京将继续破坏我们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 以推进它的霸权目标 加拿大必须采取一切行动 谴责中国政权 持续迫害法轮功及其他人权 加拿大应该对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 实施马格尼茨基法 应该立即阻止中国干预加拿大内政 加拿大不能再继续讨好 这个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了 乔高担任过律师检察官 1979年成为国会议员 27年的议员生涯中 支持了一系列国际人权事业 包括2006年起 他与人权律师大卫迈塔斯合作调查 并揭发中共政权强摘法轮功学员 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部分家庭教会、基督徒等良心犯的器官 发表了一系列报告 他和麦塔斯因为揭露中国活摘器官的工作而获奖无数 包括瑞士国际人权协会颁发的2009年人权奖 2010年两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21年底 加拿大难民组织则颁发了全球人道主义领袖奖给乔高 温哥华法轮功组织负责人张素 多次曾与乔高会面交流 对于乔高的离世深感难过 他说要和中国霸权抵抗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乔高和麦塔斯从不退缩 乔高和台湾关系深厚 因此台湾政界纷纷表达哀悼之意 和乔高私交胜赌的外交部亚太斯专门委员 宋申武对记者表示 乔高是我的导师 忘年之友 是一位谦虚博爱 充满智慧的长者 他热爱台湾 主动为台湾被中国无理打压 打抱不平 是一位不折不扣坚定的台湾友人 驻加拿大代表陈文宜也说 乔高深深了解两岸情势及台湾的民主发展 经常为台湾撰文发声 敦促加拿大政府强化对台关系 仅此线上崇高的敬意 沃泰华大学教授 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 也和乔高非常热络 他对记者说 听闻消息感到震惊难过 能够有这样的好朋友 一起在人权事业上努力奋斗 倍感荣性 香港监察、维吾尔倡导组织、伊朗民主协会 和习克教组织等不同加拿大的族裔 翻翻发出声明悼念与感恩 可见乔高不分族裔肤色地支持其人权价值观 赢得各界尊敬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刘友飞温哥华报导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 因聚重冲击国家机关罪等八个罪名 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 在案件后续处理过程中 河北高杯店法院依据评估公司的报告 将账面资产超过51亿元的大午集团 评估为6.8亿元 被外界广泛称为是贱卖 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星期三 向全市的党员发出一封公开信 鼓励他们在抗议中冲在第一线 并对干扰和破坏抗议大局的行为 要敢于亮剑 公开信强调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初心始发地 一定要让党旗在抗议斗争一线高高飘扬 但明显的事实是 上海当地民众对严厉的封控措施 不满情绪高涨 近日出现多起 因为封控措施造成对病人治疗不及时 而致死的案例 也有一次相关的原因自杀的事件 不同的社媒平台上 出现越来越多上海市民无法买到基本生活物资 而陷于无助的呼救声 在台湾的凤凰卫视日前传出将退出台湾 25名员工将全部撤离 综合台湾媒体6号的消息 台北对中国公司有严格的限制 特别是在双方政治和军事紧张的情况下 台湾的经济部长王美花6号表示 主要原因是凤凰卫视股权结构改变 陆资股权已经占了4成以上 不符合台湾的规定 限期改善时间至5月14号 否则凤凰卫视必须关闭在台湾的分台 据路透社独家消息 中国国营炼油厂将避免签订新的 俄罗斯石油采购合同 但将履行现有的俄罗斯石油合同 原因是西方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的制裁 中国政府呼吁谨慎行事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